天气转热 严重威胁婴幼童健康的肠病毒 此时来势汹汹 彰化县卫生局呼吁各单位全面强化防疫 并留意潜在危机 及时通报请洗手等各项自卫防疫 总的就是他怨念的感控的措施 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好 再来的话你必须要有很好的通报的一个机制 所谓集合表的话 我们除了告诉你怎么要给你相关的一个集合指导辅导以外 我们还告诉你相关糖病毒通报的一个SOP 你就依照我们的SOP 然后逐步的表一表二表三表四 跟我们卫生单位做紧密的联系 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来做相关的这种防患糖病毒 彰化县40多家托育中心 早已启动肠病毒感染管制查核与辅导防疫工作 一旦有发现肠病毒病例 就要及时通报先行停课 全面进行消毒并加强幼童勤洗手习惯 防止疫情蔓延 以保障县内因幼童的健康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化采访报导